12月13日A股的收平 今天走得非常不好 几个指数都收出了较大的阴线 实际你要说较大也不算太大 但是毕竟都超过了1% 另外3000点是再度失手了 那么北上的资金流出了100个亿以上盘总的时候 尾盘稍稍收回点是95个亿 但这个数量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这种反弹的行情 是不是昙花一现就结束了呢 我们今天来重点来看一看 先来看一看数据 今天几个指数都是下跌的 大家看到跌的最多的是上振50 跌的最狠的是白酒 另外昨天走强地产 也今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阴线 昨天互盘的银行 今天也出 基本把昨天阳线都给吃掉了 包括券商也没有稳住 虽然有个别的券商有点动作的意思 但是最后都是无功而返 看起来是覆巢之下没有完卵 另外还有值得要说的是 富士A50期货跌了2.3 急速下跌 基本要创了一个新低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给出明确的判断 3000点再次失守之后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情况 给一个明确的观点 这是一个明确的策略 大家看今天实际全天走势 一度个股还是可以的 你不能说热点 没有 还是有点热点的 上涨的个股一度是多数的 3000多只 现在变成了3500-600只在下跌的 好就好的 还有一个好的地方 下跌超过5%的加速 很少 这一说调整率还是不太大 但是权重跌的多 这是这个问题 那我们给的观点 如果这个地方权重要是不起稳的话 上证指数这边没机会 那么如果是有机会 一定是在小票当中 在科技的一个方向 他们还会有一定的活跃度 那么主板这方向 主要的 尤其是这些传统行业没有机会 大家要注意规避风险 我们来看一看最后指数的怎么走 先来看看科创版50指数 科创版50指数也出现了单边的下措 但是它是这么个逻辑 它是涨了两天之后的回探 很显然它就要重新考验前期的低点附近 说有没有跌穿的可能 什么种可能都有 大家不要就是说一根筋 看这个低点能不能守得住 守得住再说 但是判断 判断这地位良性调整的概率偏大 至少是有反抽之后 如果这地方反上之后 这个高点不过 那就要小心了 或者是再反上的时候 看它这个力度 这个位置 现在也不用太着急 这是对科创版指数 我们看来看看创业版指数 创业版指数就不理想了 为什么说 你看创业版的老赛道的 基本都出新低了 另外创业版的医疗的方向 我们发现今天虽然有一些医药在走强 但是都是个别的概念板块 什么二四海默症 雄区羊胆酸等等 这么抗感冒的 这样的东西 大面积的 包括权重的 大权重的东西走的并不好 如果医药和医疗这个方向 也要是走弱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甚至积穿前前的1840点 这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老赛道不动 新赛道没有 它不怎么表现 是不是 那就很弱 是不是 是这样 那么看起来 双创这个方向 创业版这方向是在成长 创业版成长的方向 要注意 它是良性回调 科创版大概率是良性回调 但是创业版的主板就不一定了 那么今天跌的最多的呢 就是这个上振50 跌了1.9 那它谁跌的 白酒跌的多 是不是 白酒已经 是不是能够只跌 是个大问题 你看白酒是基金重仓的品种 是不是要基金有大面积的赎回的 这种迹象 如果他们不断的赎回呢 那要是如果出现了踩踏的事件 这就不好办了 关键是在这个问题上 那么现在这种走势 很显然是弱势 这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那么呢 我们最后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上增指数 上增指数呢 那这种走势肯定是要继续调整的 这样一个走势 那这个地方最好的走势 这地方还是一个整理区间 大家注意 你给它切换成30分钟走势图上看 很显然 这个地方支撑的是在2986和2980一线 今天直接击穿 很显然 这个地方是一个整理区间 那么这个整理区间 我们暂时不看别的 就是看它整理呢 这个低点能不能站着 我们也不用去考虑 一旦进入到这个 就说明这个的反弹是无力的 既然无力 我们就应该首先进入到防守 2980下方 首先进入到防守 然后再来看它到下面到哪去有动作去 主流的板块动不动 如果主流的板块仍然不动 那我们就看淡上量指数 然后呢 等到科技的这个方向调一调之后 能不能稳一稳机会在那个里面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首先我们要前两天说进入到可操作状态 实际今天上午呢 跟今天午后就应该大面移的减 就转入到防守 就是这个观点啊 也不要考虑太多 这个地方我们要多点耐心 毕竟是2900点左右了 已经3000点下方 它还能停留多长时间 昨天我们刚说 3000点下方不会停留的太久 现在我们依然是这个态度 但这个态度是这个态度 不等于不防啊 因为我们不知道要给下面震荡多长时间 这个事情不好说的啊 这周呢概率不大了 那么走一步看一步吧 大家再见